潘醫師,我們現在有一些好像很大的問題 是小問題,其實也是大問題 開刀完以後,腸沾連 那美國醫生呢,他們說沒有辦法 只能自驗,觀察 不然的話又重新開刀 因為這個很不容易處理 所以請解釋,幫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大腸年齡呢,都是大腸出問題了 那麼大腸出問題呢,有很多大腸的問題是手術 譬如在美國,這個大腸炎 這個大腸炎,結腸炎,目前呢 西方還沒有技術,可以治療這個結病 一般的大腸炎呢,叫 Chrome disease,或者叫Critus,兩個都是一樣 他們呢,因為對所有,這兩個症狀呢 都是由這個自體免疫系統 失調產生的 那麼呢,他一般西方呢,就是手術 還有呢,一個呢,現在呢 這個大腸炎呢,不但是手術 現在已經用到化療了 他處理這個大腸炎呢,跟這個化療 跟癌症沒分別的 好,他以為一切就完了,並不是 切除了,這個人症還在 他只是切除大腸,這個人症他沒有解決 所以呢,這個呢,我們第一個 不是考慮他捏癌與不捏癌的問題 是怎麼處理這個人症 這個人症沒了,就是捏癌了,他還是沒事的 一般呢,醫生呢,要重新再做手術 但是你再做手術,這個人症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呢,我們第一個呢,就是解決這個人症 人症呢,是自體免疫功能血統出問題了 就是說,這個殺手細胞,這個踢細胞 對大腸攻擊殺害了那些細胞 所以呢,一般呢,我們還是用 傳統的我們的方法,鬆一二三四七 那麼大腸呢,它是在由大概十 開始了消化血統 然後呢,鬆十,十一,十二 在上面一個大腸呢,就是 就是一一一二 就是說,在由這個 鬆,九,十,十一,十二 那裡做文章 很多時候啊,它就是 這個年齡呢 它 切除了大腸 但是這個呢,這個 左在點,還仍然存在 所以呢,它還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最確定的問題呢,就是說 將這個 左在點打開 還有一個左在點呢,就是在脖子上的 這個米酒神針在左側 一般在左側 然後呢,我們在左側 這個 這個大腸的米酒神針打開了 然後呢,在 在 像這個松椎 一般呢,是在左邊的 就是第十,十一,十二的地方 還有一個呢,就是阿蘇寫 阿蘇也一般在前面 看他哪裡開刀的地方 就是在哪裡給他做做 還有一個呢,開了刀的人啊 他還有一個八恨的問題 不單單是年齡的問題 這個八恨呢,他也 他也結在一起 亚產生很多不舒服 甚至痛和功能的問題 所以呢,他這個呢 也是,開了刀 還是有很多後遺症 但是我們的方法呢 解除了這個左側 解決了這個 免疫系統 那麼呢,所有大腸的問題都解決了 非常謝謝